今天是冬至,很多人都会吃汤圆或者是进补食材 不过提醒您要小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哦 桃圆市卫生局针对了蔬果批发市场、超市以及卖场等处 抽验汤圆、甜品、火锅料还有生鲜蔬果等168件 其中是有一件的玉女番茄被验出了农药残留超标 立即要求下架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冬至 寒冷的天气让冬至更有过节日的气氛 来一碗热乎乎的汤圆暖心也暖胃 不少人也会亲自到菜市场选购食材 帮家人好好进补一下 不过提醒您小心食品安全问题 桃圆市卫生局抽查汤圆和冬立食材 发现玉女番茄农药超标 今年在卫生局总共冬至的食品抽验了168件 那其中包括了汤圆还有生鲜食品等等的 那其中有一件玉女番茄它是有农药超标的一个状况 那已经移送其他县市来做进一步的采除 也请业者下架 卫生局针对辖内的蔬果批发市场超市卖场等地 抽验各式汤圆甜品火锅料 生鲜蔬果以及肉品等总计168件产品 检验防腐剂非法定色素 动物用药农药残留等项目 结果汤圆甜品等都符合规定 唯独玉女番茄验出农药残留超标 违反食安法 可储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还 那卫生局在这边还是会呼吁民众 如果生鲜蔬果的话 食用前还是要经过清洗 这样食用会比较安全 民众如果有消费问题或是食安争议 可以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进行申诉 多留意食品安全保障自身健康